8月10日星期二的岳余谈 我想臨近9月香港赤立角的机场 就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一箱二箱大包细胞红白蓝胶袋加上纸盒 每个都在香港准备拔插书 利用BNO5加1的移民 极速退英伦谋求生活 务求等他们的子女在开学之前 去到当地准备融入当面的生活 找到学校 展开人生新的一业 逃离特区政府 盗行逆施 乱赤离 破坏我们香港人原本生活的方式 没有办法 唯有扔插书 连根拔举家移民 去到我们当年的宗主国 我们的祖家英国那边 落地伸根 继续展开人生的美好的下半场 当然这都是我们很多香港人的主观愿望 逃离这个步秦 然后跟着就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里面 安居落叶 但是刚刚看到一篇的新闻 不其然也打了一个尿阵 也希望藉着今集的这个学愚谈 好好地跟大家讲一讲 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离开香港 连根拔起 去到第二个地方里面 当然我们要不要每样东西都这么消极 就是看见到下雨 难道天都看见到下雨 我打球都看着下雨 那只看见到老母亲灰意冷 看任何的东西都是灰灰暗暗的 这就很难搞 特别是一些中年的人士 远离自己的家乡 离开了自己的人制 这些关系的社交圈子 甚至离开你的性交圈子 去到一个二邦的地方 重新要再开拓自己的事业王国 又或者展开工作上的新的一业 并不能这么容易 今集的鳄鱼谈 讲完之后 可能也是一盘的冷水 早上来一枚的Ice Bucket Challenge 但是不过早讲比不能讲 又或者也不希望大家 抱着过分乐观的心态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分分钟去撞墙 那就不算是很可欠的 叫你老母亲好的scenario 作为你们大家在网上 面神交这么久的老友 老恶都有一个 叫你老母亲的责任 见到有些事情不妥当 希望也和各位早点去分享 昨天的新闻里面 就是什么事 叫你老母亲令到老恶 打了一个的尿阵 就是这个泰吾少尔报 这个Times 英国的老牌的报纸 就刊登了一个article 出来 就发现了 就吊你的老美中华人民共和匪国 竟然派出一些的特务 浸透了进去 吊你的老美一些的 BNO5加1移民里面的 这些applicants 希望藉着这个港人 BNO5加1移民去英国的 这个身份 然后就渗透在当地里面 再进行这个潜伏 正宗 吊你老母亲的感冒菌 那样 吊你不认意 就吊你 等你这个email system 这个防疫系统 不为意 等你入侵了身体 然后等你免疫力低的时候 就乘机发作 就转变 就变成了一个nevil 致命的病毒 然后就在待命 在这个身体里面 等候这个国家给他这个命令 然后跟着执行一些的盗取 这些的机密资料 这些扑街的 这些国产007的任务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 国产007 走到英国 藉着BNO5加1的移民 这个身份 作为这个disguise 然后跟着进入到英国的当地的社会 然后等待的时机 然后等待到达文西 拍一拍他的肩膀 当你喝着这个 drymatini的时候 国家终于都有任务给你了 拿回你把 肛杖莫邪的猪肉刀出来 帮国家执行任务 当然英国的当局 藉着这篇文章 大为就是 就是担惊受怕 也都express了他们的这些concern出来 哎呀 我们本着这个人道 和道德上面的责任 招待我们的 香港的遗民 BNO的香港人 过来我们的英伦 安身立命 逃避这个暴征 因为你这些混蛋 直着推出这个港区国安法 破坏中英联合声明 剥夺香港人的人权 打击他们的自由 令他们没有好吃的 懒惰 懒惰我们的养子 给你这些混蛋 所谓的 Biological father and mother 人人若交代 当然不能想 当然是带开方便支援 收回我这些养子 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 哎呀 但是你们这些混蛋 竟然就是艺务 Biological father and mother Biological father and mother 然后融入了我们的本国里面 那怎么办 真是不妥当 要防又防不升防 如果做一些 限制香港人的活动 各方面的事情 又影响了那些 又纯品 又行得正 站得正 这个本分 无论犯错 无论是特务的 这些香港人 打击到他们 又无论妥当 这篇文章 就表现了他们 一些所有的关系出来 他们也访问了 我们的末任港督的 末代港督的 Chris Pratton 彭定康 问他老人家的这些意见 当然这位智者 你老论 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见到他鼻歌又红 脸蜊蜊又红 这样 真是可爱的样子 然后也说出一个说话 他就说 你老论这些 全家产中国 作为一个极权国家 整天派出这些特务的分子 滲入别国里面 然后就凭他们的影响力 无论是偷人的信息也好 也都影响政界中人 然后帮他们 达成到中国希望 拿到的这些的利益 是吧 这些是一贯见怪的 他们的下三满的这些手法 见怪不怪 就奇怪是自败了 一早也都看得通透 在一个博弈的阶段里面 他们用这种的 就是你老论的方法 去影响别国的内政 影响别国的一些政客 然后帮他们做好说话 帮他们你老论 改变一些政策 突负中国的利益 也都是你老论并不是私空关键 是吧 所以就是你老论一定要提防 这个问题也都不可以调以轻心 一定要take it fucking seriously 这样讲 现在看回 由五月开始 英国已经是录取到 起码有三万四千个BNO的application 而二万个就是自己 而一个当事人进去英国的application 有万四人是一个sponsorship的application 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讲完之后 大家都担心 死火了 对我们的香港人不是很大惡 共匪来这一招这样的搞法 究竟他在葫芦里卖什么东西的药呢 其实这个小弟也都没想见过的 因为我们都帮很多老友记 搞这个移居台湾的讲座的时候 也都知道台湾当局 也都很担心 很多的deway的香港同胞 过来台湾这边 无论你因亲那边的定居也好 又或者叫你过来工作 读书 又或者是投资移民 各方面的东西都好 他们都很担心这些application 当中也有一些人会在大陆出生 又或者是他 娶了一些大陆出生的人 嫁了在大陆出生的人 而带来台湾这边的定居 在各方面里面 亦都要回到大陆那边 消除他们的籍贯 要cancel他们的落户 然后才可以拿到他cancel的落户子 然后才可以进来台湾申请 亦都查家宅 这样查得很厉害 怎样的意思 慎防药获放了 与香港人方面 放了很多大陆的共匪 进入台湾本土 就搞搞阵 没想着帮衬 真的不想得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最后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 龙五先生和他的儿子 两个都娶了台湾的美人 他母亲以前也漂亮 不要这样说 因亲的这种方法 希望可以移居台湾 但是还是搞不定 扔走他们就走 因为他们和大陆的关系 过于密切 扔你老妹 零怕一万 自怕万一 不想准处来 大家都知道 其实某一些国家 接受我们的香港移民的时候 亦都考虑过这个情况 就是共匪会借助香港人 扔你老妹 但是共产党 特地扔你老妹 揭露一两个 洩露了他们的身份 让英国佬知到之后 然后就扔你老妹 扔了出来 搞得到大家风声落泪 你猜测我 我猜测你 我英国佬就担心你 究竟你是不是共匪 全家产 你去到香港 落到他英国生活的时候 你亦都怕不怕 你旁边见到的人 咦 你是香港来的 但是为什么你会说 扔你老妹大陆话的 你又没有疑心生悟鬼 他究竟是不是扔你老妹的大陆派来的 这个特务呢 最怕的就是 你们这么大群的香港人 过来到英国之后 原来大家都万众一心 扔你老妹就是希望在英国 找打找扎 然后扔那星 凝聚了一些势力 凝聚了一些财富 然后一起扔你老妹 反攻大陆 扔你老妹 扔街 聚合了一些力量 最好就是搞了你们这些财富 疑心生悟鬼 你防我我防你 大家就扔你了 不可以全结在一起 一盆散沙 就到去到海外 都凝聚不得力量 那我告诉你们这些财富 之后会不会回来呢 你们都散沙了 我们就不怕你 究竟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据一些当地的华侨 一些对泰晤士报的报道 他的说法就是 来到英国落户的这些香港人 也都发觉他们当中里面 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主义都很强烈 对任何人都保持这个距离 仿佛有这个创伤 后遗症 那样 很怕就是扔你老妹 和一些人太亲密 不知道来到当地的华人团体 究竟是哪些是亲共 哪些是反共 哪些就会出卖他 或者会扔你老妹 知道他过去英国之后 危害着他们在香港里面的亲戚 扔你老妹的朋友 那样 总之就是保持距离 那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特意扔你老妹放声器 然后被人扔你老妹 是不是 感觉到扔你老妹就是 防人之心不可无 然后在英国当地里面 迎合不到一众的香港人的力量 那这个我反而不是这样去想法 因为我第一时间扔你老妹 打了个电话 给托克852 立扎的香港政府的扔你老妹 斯芬兴和他谈一谈究竟泰吾士报 是一份什么东西的报纸呢 他也分析了给我听 Guardian就是卫报 卫报就是左派 Independent就是没有阻力 而这个泰吾士报 这份的老牌报纸 一直以来都作为 这个政府的喉舌 总之是政府走哪一边 无论你保守党也好 工党也好 他都是跟着政府的方向走 那换句话说 在泰吾士报发放出来的消息 某程度上都可能是代表 现在的执政党里面的一些的看法 我最担心的情况就是 你老妹会不会 其实在这个情况里面 英国里面有一些的保守势力 其实你老妹很难排外 不想这么多的外来人 进来英伦的三岛 突然之间涌进来 这么多的黄口黄面 你老妹离了英国里面的定居 那你不会喜欢这一件事呢 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 保守党的Boris Johnson 美其名 就是对香港人很友善 大开方便之门 救山艇 给他们移居英国 但是同时之间 其实他在英国 现在老妹很厉害了 你老妹最担心的一群低端人口 浪担了这些东欧人 来不到英国 填补不担到这些人力的市场 突然之间 担心了你的老兵 香港人过来 都想好了 第一时间 你这群屁嘴又懂英文 你这群老妹 你这群老妹 三万四个程序 每一个程序 带一百万个来 大家乘一乘 三万四乘一百万 大家都知道 有多少钱 湧入英国里面 但是也不肯 以前我在鳄鱼谈里面说过 英国佬也未必是 这么容易顺摊 这么容易 就被那群王口忘眠 拿了你这个British Passport 放这些声器出来的时候 是否突然之间 希望国内里面的人 也都不需要太当这帮香港过来的人 太够友善 防一防他们 因为他们分分钟都有可能 是共匪派过来的 的间谍 刺激一下本地人的排外 或者一些的 防止外来人的情绪 各方面的事情 也都说得到明 他们很担心 这些人会过来 藉着BNO的移民 这些中国的特务 去探索这个 国家机密 这样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 我就会觉得 后者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巨多 即是说这一棵 是英国本土的 政客 借一些椅 放一封 让他们满足一下 或者是 令到国内里面的 一些的排外情绪 保守势力 安抚一下他们的 这个心情 大家可以想一想 来过来 BNO移民的人 即是如果你要防他们 是扔这些 怕他们渗透的 你一定会知道 当中有很多公务员 也都可能有警察 要做事 也都不会是难 不过 而当中 大部分我来到香港的人 我相信 绝对会是公务员多 教师多 专业人士 医生 牙医 会计师 又或者做生意 这些公务员 会多 换句话说 科学的人 会少 或者一些学生 职业 从事科学的人 也都不方会多 那怎么去拿到 一些绝高级的 这些国家机密呢 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好了 如果你说要 亲近这个政党 投入这个本土 然后影响到 执政党 或者反对党的 一些势力 这样的情况 一定很靠投票 三万多个 就算你每个 有 四个人 都是说十九几万 未来一个短时间 亦都不能成气候 这些人变得到 做选民 换句话说 起码都要几年之后 或者是 吊里露米 可以影响到 一个政局 出现一个 很大的影响 所以换句话说 影响政党 影响投票 亦都不能是 这么容易的事 而散一个这样的风 出来 我就很难担心 就是排外的 这一个情况 国内里面 仍然有一些 保守势力 不能喜欢 吊里露米 这些外来的人口 但是奈何 Boris Johnson 又要 填里露米 填补他的库房 需要一些资金 下来 那里露米 没想办法 所以就是 要做一些小动作 帮一些保守势力 涉涉气 就是这样的 既然在现在 这样的情况 已经是 吊里露米 三米煮熟 既然是 登丢 都没办法想 这么多 不过 值这个机会 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见到 我分析得到 就是说 去到海外 也都未必是 大家所想之中 这么容易 这么容易 一帆封信 总之 都是那一句 去到英国 几个地方 慎防英国佬 会 打龙通 或者做一些 抄后脚的事情 看他的政策 早点多点留意 他们的一些 方向性 政治上的 关于对香港人的 这些 regulation 总之小心 使得万年船 而最紧要 最紧要的 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融入 当地的生活 早点投入 这个劳工市场 认识多些 当地人的 这个朋友 千万不要 围牢取暖 搞什么 香港城 小香港 聚集 太多人 在某一些社区里面 变成了一个 visible minority 惹人真 更加不要 做一些 按钩的事情 比如走去 英国 凌静的郊外里面 然后 烤鸭 做 BBQ 又或者在自己 后压里面 好像我这个 看到这个 铁文 做大铁炉 做猪颈肉 破坏了 人家的 这些 凌静的生态 总之 做什么 都好 寄人 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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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家 离人 这些感受 执好自己的门面 知着整齐 不要在街上大声说话 不要恨人真 记住这个 说话 见到里面 开始有什么 情绪出现 大家当然要小心 使得万年船 记住老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分析 关于BNO 有华人特务的事件 当中 凶月霉峰 未必有因 2021年度 营运基金众筹计划 我们已经达到了40万的目标 就是各位无私的支持 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强心针 但目前香港的社会气氛 独立网媒继续肯说真话 敢于变察权威 无论在政治风险和广告收益上 所面对的挑战 实在难以言语 MIHK.TV要继续为文化声 保育香港文化传承 全来各位订阅我们的节目 和撐压我们的营运基金众筹计划 营运确实艰难 至少每个月要有港币8至10万元的订阅 和众筹的总收益 MIHK.TV才可以维持目前的营运模式 否则我们很快要和各位网友说再见 记住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 如果各位网友想香港 仍然有我们MIHK.TV这把声音 大大声为各位道出不平的事 可以用以下各种方法实际行动 将我们这把火燃烧下去